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,资深演员林建桓不令提息后辈,眼光精准的他曾当过星坦,发掘林志玲、张凤书及代理人本人,但他并未鞠躬,觉得只是在适当时机推了他们一把,他们的成就都是自己的努力,我只是刚好推了他们一把而已。 这一周刊报道,林建桓曾与广告公司合作,当行看到处挖宝,有天他在书店看到林志玲,立刻惊为天人,第一印象觉得林志玲很漂亮,很清纯,他立刻递上名片,林志玲则回应要问我妈妈耶,原来他当时才16岁,国中刚毕业而已。 两人后来合作六支广告,林志玲就出国念书,但仍令他印象深刻,林建桓对他下了注解如下,人会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,他夸林志玲很敬业而且刻苦耐劳,像是冬天拍摄洗面如广告,不能用热水洗脸,否则镜头会起雾,他不啰嗦直接用冷水洗脸。 此外,林志玲还很独立,拍摄工作也都独自上工,妈妈并没有陪同,他妈妈跟我谈妥后,很信任我,林志玲也不会赖着妈妈跟前跟后。 林建桓认为这就是成功的家庭教育,林建桓不令提息后辈,资料照,记者陈一宽社,林志玲工作态度令人激赏,资料照,记者宋志雄社。